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這一段的採訪 我們為大家請了上周副客戶 郭曹堅先生 堅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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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貓仔跟你說好 關你 我知道你的貓貓叫貓仔 是不是? 貓貓仔很好啊 哎呀 她好嗲的 好了 堅叔 堅叔 你的戶口是否都有錯了一些問題? 我今天告訴你 因為文匯大公一直是針對我 我是破產人士 破產管理局只准我 有一個戶口 不准有任何戶口 其實我在永弄銀行 現在改成招商永弄銀行 我是有一個戶口 在一個戶口裏面呢 就因為可能大公啊 野城 就經常跟他們想 怎麼整理我呢 他們怎樣啊 年初二啊 走來咳嗽了我的戶口 我想去找破產管理局 寫一封信 那個新網 沒得去 因為年初二是全香港都放假的 為什麼招商永弄的經理 年初二會來做我呢 這個 哎呀 其實你這樣逼我 有什麼用呢 這些差不多啊 這些小毛的東西 來這裡逼害 這樣就以為我會逼害我 我有什麼問題啊 我就明天會入稟的了 我入稟去告院 說他用政治來迫害我 因為《基本法》是給我的權利 因為他說我嘛 整天告政府 所以不愛我做他的客人 喂 司法覆核是《基本法》三十五條 負給我們的權利來的嘛 政府的行為失動 我有權司法覆核它 但是你為了幫政府 不想我司法覆核 就專門來整理我 年初二就取消我的戶口 等我這幾天呢 今天我直至 因為破產管理局 我今天就可以去拿到張紙 明天去開一個戶口 然後再去找這個縱援 再把那些錢進回來 所以這幾天呢 是沒有錢用的 是在那裡問人借的了 嗯 那麒麟蘇啊 他就是關掉你的戶口呢 你裡面有沒有錢呢? 有 四百多塊錢啊 四百多塊錢他又不肯給現金我 他寫一張本票給我 讓我去別的戶口 再拿來開 它一定會玩我嘛 嗯 那他如果去司法覆核就告他呢 他根據什麽法律理會呢? 我根據法律理會就說 他用政治來迫害 用政治的目的來迫害我 我完全在 我都問他 喂 你取消我的戶口用什麽的? 我不喜歡你 我就不取消你了 就這樣說 哇 他可以說這些東西的 我知道他不喜歡我 我就說我經常在司法覆核的政府 就是你有去問過他的 是不是? 有 今天玩了一天了 今天跟他吵了一天了 哦 就是你去問他 他怎麽回答你呢? 說不喜歡你 他的原話是這樣的 是的 他說我們有權 我不喜歡你這個客人 我就取消你了 我說我扮了什麽東西? 他說沒有 我們的規矩就說 如果我不喜歡 我就一個月通知 或者馬上通知你 取消你的戶口 我說 你在這兒打工 老闆不喜歡 你都要講個道理 你一句不喜歡就可以嗎? 但是他事先沒有通知你 是不是? 什麽都沒有 因爲我每個月一號就要拿錢 我一按就說 你的戶口已經被取消了 那你明天這幾天要再開多個戶口嗎? 是啊 我要 今天我已經去了破產管理局了 破產管理局就寫了一張錢 我去一家銀行 我不講銀行啦 免得又被人整股了 去開了戶口 開了戶口之後呢 如果破產管理局說他不開給你 你就回來給一張錢 我再寫一家銀行給你開 然後呢 你就跟著去通知社會福利署 你那個縱門 叫打落這個戶口 那你就有飯吃的了 沒有錢 真是很慘的 他都這樣說 那堅叔 我都知道你做福利署 很多年了 那現在這個福利署的道路呢 現在要走下去 是不是都艱難重重呢? 以前是沒有艱難的 但是呢 現在大公報呢 現在大公報呢 就整天把你的私隱 是又說不是又說 說到你此事而真 大家都 喂 大公報出面 你看看現在 李家超啊 誰都在大公報那裡寫論文的了 誰不給面子呢 是啊 我呢 已經經常說了 小事我不會封嚇的 但是有一件事我必定封嚇 就是如果這個修改這個 執業律師條例呢 那我就會打下去 有人打我不打 沒有人打我就打了 因為修改執業律師條例 不准請外國大律師 是違反了《基本法》 這個《三分五條》的 《基本法》《三分五條》是說 香港的市民是有權請自己 心儀的大律師 是為自己上課去爭取利益 那一直以來 這個英國的大律師 是可以在香港執業的 那為什麼你不給呢 連立法會 那個法律顧問 都是英國御用大律師 彭尼克做這個大律師 做這個法律顧問的 他們是不知道不知道 喂 聽到說要改就改的了 就是這樣 這件事情我一定會打的 以後還有什麼 奇難、雜政 沒有人打我就打了 因為我告訴你 其實它是益了我的 我已經破產了 我打了福下 我盤死無大 即使你要我給糖費 我破產 怎麼會給糖費呢 就是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可以整天打你 那你入職 入職 再付下都有錢的 一千零幾 怎麼省也都有 是不是 我明天進 這一千零幾 就說一些人給例子的 他們就說 這麼大年紀給例子的 給例子我的這麼大年紀 通常都是100元一封的 政府都拋定了 選了8個選址 興建一個簡約公屋 現在都看到有些反對的聲音衝過來 特別是啟德那邊 其實你們這個簡約公屋 其實是不是今天都拿了一些深的資料呢? 簡約公屋整個社會都沸騰得很厲害的 就說政府為了無面 因為習近平就已經講過 香港的民生最重要就是解決住屋問題 解決住屋問題 但是公屋如果要排隊公屋 起碼是六、七年 他現在就用簡約公屋 在簡約公屋住了五年 就是你如果排隊三年的 就給你簡約公屋住五年 然後再上公屋 這樣在這裡來到差不多 這樣在這裡混帳 黑北京不知道 其實簡約公屋就是一場官商勾結的 怎樣官商勾結? 因為簡約公屋 因為簡約公屋 你一計算出來 嘩 嘩然的 你會 你那裡 用了二十五億來建簡約公屋 再到五年之後 拆又二十五億 總共50億 而且對環保是很差的 因為你蓋完五年就不用了 就把那些建築物丟掉去堆填區 那你說是不是很浪費呢? 而且大家計算一下這個數字 現在報紙《明報》已經講了 建一個簡約公屋 每一戶是差不多 是去到 讓我先看一看數字 對不起 每一戶就差不多要津貼八十萬 就是五年 津貼每一戶就是八十萬 而拆的時候又要花八十萬 就是五年呢 每一家家庭就一百六十萬 一百六十萬 喂 你在玩什麼遊戲啊? 為了要弄點面膏給習近平看 我現在就解決房屋問題了 他們輪候三年我就給他們上樓了 喂 但是你用錢來給他們上樓 不如你這樣吧 為什麼你每年每一戶都有三十萬 每一戶 每一戶用你三十萬 你不如每一戶每年去派這個三十萬多 他們每個月起碼可以得到二十幾 整二十萬 喂 每個月可以得到整兩三萬 他們每戶得到兩三萬 那他們不如在園區那裡 等他們在園區吧 但是他們遵接他們房屋的那個租金 那他們就可以找到一些好的屋來住 差不多住豪宅都可以了 那些上樓的那些人 他在園區那裡 他一向好像在深水埗 他很多在深水埗賣菜啊 賣東西啊 那就不用為了要去臨屋那裡 就在那裡啦 另外最好就是這樣 因為你將好像深水埗的人去了臨屋 他們很多小孩在園區那裡讀書的 全部都要去申請那區的學校 園區的學校呢 又變成沒有學校了 收心不足 就變成這間學校呢 就是這個作廢了 現在香港很多區的學校 都是因為收心不足而停辦的學校啊 那你那裡玩這個遊戲 你不過是給習近平看而已 但是你以為習近平很蠢嗎? 習近平在那裡掌握著眼睛來笑 看看你這幫人在那裡玩什麼啊 你猜到我是傻的 另外啊 這件事情是官商勾結得很厲害的 為什麼呢 好像啟德 一個高尚住宅區來的 是很貴的錢去投的 大家投那裡高尚住宅區 你現在給他在那裡建這個簡約公屋 這幫人去 所以啟德現在就說要發起 他要遊行 要抗議啊 其他的地是什麼呢 其他的地呢 就是官商勾結 好像我有很多屋地 是因為我只要補一補地價 那個是塞地來的 我就因為他收購了很多農地 他們只要補地價就可以起床 但是那些發展商 是想一想是不著數啊 因為我那些地是沒有三通一坪 何謂三通一坪啊 就說那塊地都沒有壓平了 或者打了地基 而且呢 有水 有電 有交通網絡 喏 如果那些地產商 就給你 給你中間的地 給你建臨時屋 五年我拿回 那你政府要不要跟它三通一坪啊 要不要在那裡有車站啊 有成啊 好了 那個地方搞定了 就是他旁邊的地 隨時可以起床 隨時可以賣櫃啦 這個官商勾結 做得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認為啊 這個臨時屋呢 是在那裡騙人的 在那裡 因為2047就來到了 大家就看看庫房還有多少錢用光了啦 大家現在在那裡你勾結 我勾結 嘩 這樣勾結的話 怎麼樣啊 就是想將這個庫房的錢分散啦 因為你要看一下現在 這一幫所謂盡忠分子 所謂啊 忠誠廢物 是怎麼樣忠誠廢物啊 我講一個道理 就是燒到你眼都乾的 所有這些忠誠廢物 當他們在學堂出來 或者是政府機構出來 在前朝的時候 他一定要向英女王的賞來宣誓 如謹以致盛 就說我忠心地來宣誓 而且一直會遵守 就說遵守這個英皇制憲 來到效忠英皇及其繼承人 終身不變 喂 現在怎麼樣啊 現在如果要告 每個人都可以告他違反國安法的 你曾經是說你自己是忠誠地效忠英女王 宣誓是不能改的 不可以當作吃生菜的 你今天星期五年 你今天又再宣誓是擁護基本法 我問你誰是真 當有敵人來的時候 他說 我比你孫勢的 那次是假的 當這裏有勢力的時候 就說 那次是假的 我這次是真的 那麼是為什麼呢 那樣是很大的矛盾 除非香港政府 就應該要以前曾經向英女王宣誓效忠的 和終身不變的 就說以前我是為了賺食 發假誓而已 我是不宣誓的 洗底啊 有沒有人洗底啊 依然是兩個身份 一個是英女王 一個是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究竟是哪樣是真的 這個真的 令到你很懷疑 這一幫忠誠廢物 你會很懷疑什麼國安法 黎智英去一去外國 就說勾引外國勢力 你這樣宣誓效忠了英女王 你不是勾引外國勢力嗎? 所以這個呢 因為這個 這樣呢 所以到現在 政府都不敢將那些 要人家宣誓啊 那些啊 就說以前是怎樣的 那些區議員都不敢 都不敢要他重新 就是說以前宣誓有違反國家的政策 喂 他們整幫都違反了啊 麻煩你 想一想啦 這個是很大的笑話來的 我經常在這裡和朋友聊 我說他們很忠心嗎? 我問問他哪次宣誓是真的? 喂 哪次生菜是真的? 你是不可以的 為了這樣啊 你一定要起碼你要正所謂 你想說國安法好 你要執行 好像警察的正暴走 你要執行 為什麼你不去執行 為什麼見到有錢人的利益 你又不敢來拋棄他們呢? 所有有錢人的是猶太車 那個是殖民地維樂來的恥辱 在街上一看 咦 香港行右泰車的 就是殖民地維絡的恥辱 因為我們去到中國就是左泰車 所以將來怎麼搏鬼呢 50年之後 為什麼現在就不去改呢 就不去改了右泰車呢 因為我們改了右泰車之後變成左泰車 但是因為很多的利益在那裡有錢 他敢鬥嗎 這個特首就不敢鬥這件事了 再跟著就是維多利亞公園 為什麼你不把維多利亞公園那個 維多利亞搬去整個解放公園 或者只有毛澤東在那裡呢 你不可以啊 人家做一些你就罵 你就好像蘋果那樣 你就又生又死 你自己就不知道在搞什麼 所以這個是令到人是很反感的 所以就叫他做忠誠廢物 是炸帝而已 只是左手無欲辱 右手四川露 就是以前的人唱的那些外國分子一樣 健叔 這樣吧 就算了 你不要給我 說不定 你不可以啊 那就是我 就算了 你不可以啊 那就是這樣 你不要這樣 我應該要去找你 你不可以啊 你不可以啊 我應該要去找你 我應該要去找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